兄弟们这个新英雄啊都说特别强 本以为我拿着他在线上对面靠近我一脸就要融化 而事实上是我多看对面也就要爆炸 你们刷到的视频都是播出剪辑过的 你看我这波九级半血打十级满血寒性 弱化都不需要开直接就给他反杀了 这个时候大家肯定觉得这英雄太超标了 没事还有更超标的呢 这波手里依旧没有弱化 对面一个十级一个十一级 先打满个一级能大招不可选中 落地多一两下再打个一级能给他俩全反杀了 这两波经济等级比对面都低 但就是能打得过反杀能力极其的强 看这波半血被对面两个人追 空到就剩四血了开出大招 落地开启狂暴配合赶来的司马懿 直接就是先收孙色再收亚连 再收司马懿 你看对面这亚连反杀能力多强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我打了十把亚连 少有的高光时刻 现在我要说缺点了 他这个一级能虽然霸道数值高 但是需要先普攻四下才能把伤害打满 等你普攻四下了 对面这说走就走啊 留我在原地 小丑其武 我看很多人把亚连和上赛季的新英雄 机小满做对比 这有可比性吧 那机小满 看我跟看猴一样 在线上就容易被灵活的英雄拉扯 比如说你开一级能的时候 他位移到你身后去 那一级能就会全部空掉 团战中对面貂蝉 马可公索尼这种灵活的英雄也会给你的伤害尽数多的 这也是很多朋友说 他的亚连为什么一点伤害打不出来的原因 但是问题不大 经过两天的试玩 无疑掌握了亚连的出装玩法 现在就分享给兄弟们 首先召唤师技能带狂暴啊 像这种前期的小团战是可以跌被动的 A4下进场 狂暴一锦的一起开 伤害真的很高 一锦的放完之后的空挡机 就大招飞天 落地先带走召怀针 司空阵还不走 一锦的 问题不大 玩法就是 先利用释放二锦能之后的加攻速 把下面四个能量条A满 即可释放伤害最高的一锦能 这个英雄他强就强在数值高 只要一锦能不空 基本没人打得赢他 你看只要我们的一锦能不空 召唤真基本没有过招的可能 如果对面比较灵活 我们就尽量等他们交了位移再放一 出装我也试过很多种 什么暴击流 法球流 纯肉灼烧流 但我个人用着感觉效果都一般 我建议大家用超级无敌吸血流 亚连有个非常奇妙的机制 就是他造成的误伤 法伤 真伤都能吸血 你出个红脸斗篷 他都能吸血 再加上他前期非常依赖一锦能 所以前期的出装就是 冷却鞋 红脸斗篷 吸血刀 完事 魔抗 不死鸟 以及我们最喜欢的仓穷 出到仓穷 兄弟们 此时我们的伤害 坦度 吸血 免伤都拉满了 月高地 四个人中间 切掉一个 潇洒离去 死不掉 根本死不掉 仓胸一点 那加罗是看着打不死啊 兄弟们 上波他没有把回血展示出来啊 兄弟们 毕竟我们是超级无敌 回血流套装 看这波 赵慧珍他拿我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只能跑 加罗来射我 先让他点血量 五分之一血 极限飞天 狂暴一开 兄弟们 看这个伤害 这个血量 吸满了呀 我的妈 这才两个单位 再多点 一个一级能 加狂暴就能吸一管血 再配合上仓装的免伤 这还不够硬吗 兄弟吧 然后最后一件格子就很自由 缺前排的话 可以补暴力或者是魔女 对面前排多 可以换墨式 又能刮坦克 又能吸血 对面如果有蔡文鸡那种 回血猛的英雄 也可以换制裁之日 也是能又能制裁 又能吸血 好 那么好 此时 我们的超级无敌 吸血压连 已经完全成型了 兄弟吧 我让你们看一下我的实力 这次都是奥文鸡的免伤 这波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 让防御他打了6下 我也是刚上手不久 不太会玩 要不抗他 我估计能给他们全杀了 复活之后首家 就剩我和莫子 还有阿谷 赌玩呢 OK 就剩我和莫子了 面对敌方五人 我说实话有点压力 但是不大 只需要莫子给一炮 怎么一炮给自己发散出去了 没办法了 我来 我直接一波加烈 开启狂暴 OK了兄弟们 拿下了 那个迷闻出装 我就放在这里了 大家快去玩吧